孩子近视之后除了配眼镜换眼镜 其实还有不少控制效果较好的方法 比如角膜塑形术 就是目前被公认为控制青少年近视增长的有效方法之一 角膜塑形镜减缓近视发展效率达40%到70% 研究结果显示 配戴角膜塑形镜三年后平均年近视度数增长8度 而戴框架眼镜平均年近视增长67度 控制近视增长的效果非常明显 近期锁定周日晚间8点无与一台以及无限三台8点30分的天下综横盘 避免儿童近视把握矫正黄金期